我们上一次讲到666 对不对 已经一段时间了所以大家可能记不得 就是13章 他们在额头写撒旦的名字 叫666 或是在他的右手上面 这个是将来会受审的审判 我们今天介绍另一群人 他们是在额头写审的名字 这个是Overcumber 是得胜者 我们今天看的这个五节圣经 就提到这一群人 怎么样跟羔羊站在喜岸山 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全部关掉 全部关掉 然后我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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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stood on Mount Zion And with him one hundred and forty-four thousand Having his father's name written on their foreheads And I heard a voice from heaven As the voice of many waters And as the voice of a great thunder And I heard the voice of harpers Harping with their harps And they sung as it were a new song Before the throne And before the four beasts And the elders And no man could learn that song But the hundred and forty-four thousand Which were redeemed from the earth These are they Which were not defiled with women For they are virgins These are they Which follow the lamb whithersoever he goeth These were redeemed from among men Being the first fruits unto God and to the lamb And in their mouth was found no guile For they are without fault before the throne of God 好 這是這一段短短的影片 就是這十四萬四千人 如果你印象還在的話 在《啟示錄》第七章 我們有提到大災難來以前 上帝吩咐天使說等一下 那個四個天使 請他們把那個風 四角的風拉住 等上帝的仆人 十四萬四千人被蓋章以後 才開始有那個大審判 那這十四萬四千人後來去哪裡呢 我們今天就跟大家交代 他是同羔羊站在西安山 那西安山呢 聖經有兩個地方講到西安山 一個是 就是耶路撒冷所在的那個西安山 就是地上的西安山 詩篇第二篇第六節到第八節說 我已經立我的君王在西安我的聖山 他在那裡要同管列國 所以其中一個解釋就是 這個是千禧年的時候 耶穌基督降臨在西安山 同管這個世界 可是在西伯來書有另外一個解釋 他說 是來到西安山是永生神的誠意 是天上的耶路撒冷 所以地上有耶路撒冷 天上也有耶路撒冷 地上有西安山 天上也有西安山 在那裡就是神 最後要審判的時候 有羔羊 就是流寶雪的羔羊 耶穌基督還有眾長子之慧 還有被耶穌成全的人 一人的靈魂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去查的話 變成有這兩種說法 那這些人 十四萬四千人 他們的特點是 他們的額頭上面 有神蓋章 那蓋的章 現在告訴我們內容 就是神的名字 在以奇結書說 神派天使到耶路撒冷 那時候整個城都是拜偶像 只有幾個人 為這個陷像在那邊痛哭 神說等一下 我要審判以前 我要在他們的額頭畫記號 代表神要做區培 神要保護這些屬神的人 記不記得在啟示錄第三章提到 如果你是得勝者 那麼耶穌基督會把你放在聖殿裡面 好像柱子一樣不會再移動 而且呢 神的名還有耶路撒冷的名 還有耶穌的名 都會寫在上面做記號 然後他聽見的聲音有三種聲音 一個是海浪的聲音 一個是打雷的聲音 一個是豎琴的聲音 那這次他們唱的歌代表很大聲 而且很好聽 所以 約翰聽到的現在不是地上 是天上的 那時候在天上有聽到好像中水的聲音 好像大雷的聲音 就好像豎琴的人在喊他的什麼聲音 這種天上的大聲 在記事錄第七章那裡有聽到 有許多的人 沒有人能夠數過來 打聲喊著說 願求恩歸坐在寶座上同的神 就是很大聲的讚美 然後到十九章也說 我聽見好像群眾的聲音 眾水的聲音 大雷的聲音 咱們唱Hallelujah 讚美主 就是在天上 很多人從此開聲音 聽起來那個很雄壯很大的聲音 然後他仔細一看 喔原來那個就是天上的寶座 那裡有神坐在那邊 有羔羊站在神的前面 還有彩虹 還有四佛物 還有二十四位天使 然後那十四萬四千人就在那邊 他們是在寶座還有佛物 還有長老的面前唱歌 而且他把它叫做唱新歌 那四佛物 是佛物二十四位長老 當時也會有拿著肅群 他們還有金香奴 他們也會唱新歌 就是救贖的歌 好 那我們提到這個新歌 聖經裡面得到救贖 就唱新的歌讚美神的 第一個記載是摩西 他帶領以色列人過紅海 然後埃及人在後面追 要追殺的時候 那上帝就救他們經過紅海 然後埃及的軍兵就被紅海消滅了 他們過了以後 摩西就帶以色列人唱歌讚美神 而且不只這樣 他的姐姐米利安 就拿鄰骨來賀摩西這個歌 這是第一個得救之歌 是摩西 第二個我們看到的是大衛王 當他脫離扫羅的追殺的時候 他也寫詩歌 來讚美神給他的救恩 在詩篇十八篇 耶和瓦救他脫離扫羅的手的時候 他就向耶和瓦寫這個救恩的歌 他說耶和瓦我的力量我愛你 你是我的岩石山寨救主 是我的神 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 我的盾牌拯救你 這個唱新歌就是唱蒙恩的歌 得到救恩所唱的歌 大衛脫離霍坑的時候 他也再一次寫詩歌 所以詩篇有很多是 大衛得到救恩的時候 所唱的新歌 然後最後我們看到 啟示錄二十四位長老 那裡聖經就說 他們唱新歌 他們唱的歌就是說 高揚你配拿書卷揭開七印 因為你曾被殺 用自己的血 從各主各方各民各國中買的人來 所以他是用自己的寶血 把我們買屬回來歸於神 成為國民做基斯掌王權 所以這個是新歌的內容 所以是救贖是救恩的新歌 好最後我們要來看 這些得勝者他有什麼特色 第一個剛才我們講過 他的額頭上面有神的名字 十四萬四千人得到神的印記以後 那審判才開始 記不記得十三章我們講過 撒旦也學神的樣子 也要所有跟從他的人 在他們的額頭或是右手 上面要有撒旦的名字 就是所謂666 所以大家都有歸屬 換句話講就是你要決定 你要屬於神 還是你要屬於撒旦 這是寫神的名字 這表示我們是屬神的人 我們得到神大能的保守 他們不是只有額頭寫名字 他們嘴巴大聲唱新歌 所以他們的嘴巴會讚美神奇妙的救恩 額頭有神的名字 嘴巴唱新歌 接下來就提到他們未沾染婦女 那這個未沾染婦女是什麼意思呢 那記不記得大衛有一次在逃難的時候 跑到聖殿去求餅吃 然後這個祭司亞西米勒就跟他說 欸 這個是聖餅 你有沒有跟女人有關係 大衛就說 要有少年人沒有親近婦人才可以給 所以這個未沾染婦女 代表的是一個過聖結的生活 他說只有聖結的人才可以吃這個橙色餅 這個聖餅 記不記得烏利亞他被召回來在大衛的王宮裡面 大衛要他回家去跟他太太親近一下 烏利亞絕對不回去 因為他說現在是戰爭的時候 以色列人在戰爭以前是不會有性行為 甚至是夫妻都不會有 所以烏利亞對大衛王說 我怎麼可以呢 我發誓絕對不做這個事 代表在重要的情況在未神戰爭的時候 必須要保持聖結的生活 這是未沾染婦女 他的重點是聖結 不是在描述性是他的重點 接著他就說像童真女 所以聖經啟示錄在短短的一句裡面說 他沒有沾染婦女好像是男的 可是接下來說他是virgin 他是童真女 這是女的 所以跟性別無關 他用兩個不同的描述 代表我們在神面前必須是聖結的 那這個守住童真 這個代表對基督的絕對的忠誠 所以舊約常常把以色列名 叫做以色列的處女 就是童真女 保羅也說他希望教會 保持自己對基督的絕對忠誠 所以將來可以進入基督的婚戀 好像真結的童女可以獻給基督 所以這個所謂這個童女 講的是真結對主絕對的忠誠 過聖結分別為聖的生活 然後跟基督的關係 沒有被其他的關係來掺杂 那這些人也是跟隨基督的人 他是基督的門徒跟隨的羔羊走 詩篇六十三篇第八節說 我心緊緊的跟隨你 你的右手扶持我 彼得前書說 我們蒙昭原來是未慈 基督受苦留榜樣 叫我們跟隨他的腳踪 所以這一批十四萬四千人 是願意做耶穌基督的門徒 跟隨耶穌的腳踪行的 然後他們知道 他們這時候也可以當門徒 是因為耶穌曾經用生命做代價 把他們買蜀回來 從人間買蜀 提摩泰前書二章六節說 他捨自己做萬人的蜀架 說我們是種價買回來 不要做人的奴仆 記不記得 約瑟被他哥哥賣給米店的商人 米店的商人又把他賣給波提法 那波提法要花代價 要花錢才可以把約瑟買 可是買約瑟不是做什麼 是要到家裡做他的奴隶 所以耶穌基督把我們買回來 就要我們成為耶穌基督的奴仆 不要再做世界的奴仆 不要再做別人的奴仆 所以這裡說 你們不要做人的奴仆 其實意思就是說 我們從現在開始知道 我們的身份是被耶穌買蜀的 耶穌是我們的主人 為我們護上生命的代價 所以我們願意一生來服侍主 這個是這一句話的意思 這是我們是被買蜀的 所以我們現在是完全屬於基督 完全一生就是服侍他 那這樣的一個生命 他描述好像出手的果子 那就會說出手的果子 就是你收成的時候 第一批就把它拿到耶穌华的面前 獻給耶穌华 所以是願意把自己的一生 獻在神的面前 既然說出手的代表第一批被收割的 代表後面還有更多的果子 所以這個出手的果子有兩個意義 一個是獻在神的面前 那一個是後面會帶出更多的果子出來 所以有傳福音的意義 好像在這裡 哥林多前書十六章十五節說 屍體腕的一家是雅蓋雅出手的果子 它是服侍圣徒的 所以我們是出手的果子 如果你是你家中第一個信主的 有兩個意義 一個是你願意把自己奉獻給主 那第二個意義是 你願意帶出更多的人到主的面前來 這是一種奉獻很好的奉獻 接下來如果你要把人帶到主的面前 第一個要求就是你不可以講話有謊言 不能像皮诺九這樣 鼻子變得那麼長 那口中沒有謊言 耶穌說你們的話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不要再多講其他的話 哥林多後書四章二節說 不要再做暧昧可恥的事 不要行詭詐 只講真理表明出來 代表我們要過一個一致的生活 這是一個真誠的生活 特別我們的語言 不能有謊言 另外我們在地上的生活的表現 必須要是無瑕疵的 那這個就有人爭議了 基督徒怎麼可能無瑕疵呢 人總有缺點啊 這有兩個意義 一個是哥羅西書一章二十二節說的 藉著基督的肉身受死 讓我們跟神和好成為聖結 沒有瑕疵 無可責備 然後引到自己面前 這個就是說我們的無瑕疵 不是我們無瑕疵 是因為耶穌基督為我們捨命 然後讓我們在地位上成為聖結 在神看沒有瑕疵 這個是算你聖結 我們叫positional justification 是因性称义 是在神面前地位的沒有瑕疵 這個別人看不到 這個是因為你相信 神就說好 我叫你是称义的 第二個是 當這個称义的位置上的称义以後 我們藉著攝影在我們心中的感動 我們的生活開始改變 在別人的眼中看起來 這個人真的是活得很好 這個就是我們可以在別人的面前 活出一個得救的一個生命 無可指責誠實無為 剛才我們講過誠實 然後在彎曲被謬的世代 做神無瑕疵的兒女 顯在這世代好像明光照耀 把生命的道表明出來 所以一個是在神的面前 是被神因性称义 一個是在世人的面前 好像明光照耀 是別人看 看不出你有什麼可以批判的生活 這個叫practical sanctification 在生活上成聖 所以這裡我們要區分兩個東西 一個叫blameless 台語叫做無通証 就是別人看來看去 這個人活得還不錯 沒有什麼可以批評他的 另外一個叫sinless 叫做無缺點 我們得救以後 希望在別人的眼目中 我們的生活是沒有什麼可以被批評的 並不是在神的心目中 我們是完全沒有缺點 我們還有缺點 可是在我們說公生活上面 活出來一個很好的見證 所以我說這是一個有見證的一個生活 好 那在今天這個短短的這一段經文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兩個属灵的功課 那第一個就是看到羔羊是站在西安山 那我要解釋這個站在這兩個字 這個站在 第一個就是說 奇事錄第五章第六節說 看見寶座 然後前面有羔羊站立 好像被殺過 所以這個站在第一個是站在天上的寶座的前面 他雖然被殺過 他已經復活了 而且是站在天上那裡 那跟這個相對的 撒旦就沒有辦法站在天上 他就夹著尾巴 還拖著三分之一的天使 他被摔到地上 所以羔羊是站在天上寶座的面前 那撒旦是被摔到地上 我們講過西安山有兩個山 一個是天上的西安山 一個是地上的西安山 那這個撒旦被摔下以後 他站在哪裡呢 羔羊是 站在這個西安山上面 這個山上面是很穩定的 可是你說 撒旦站在哪裡 在奇事錄十二章十七節說 撒旦就站在海邊的沙 所以一個是在西安山 代表那個是穩固的 一個是站在水屬海水一來就會被沖走的 那個不穩定的沙 所以在這裡這兩個字站在 來讓我們看見 基督跟撒旦有很明顯的對比 一個是站在天上的西安山 永遠站在寶座的面前 那撒旦是被摔下來到地上 好吧 就算在地上 羔羊也是站在西安山 是很牢固的地上的這個耶路撒旦 那撒旦是站在海邊的沙灘 這個是不穩定的 是隨時就會被大海浪把他衝走的 所以這個站在代表基督是得勝羔羊的 第二個就提到我們之所以可以得勝 是因為我們的額頭有寫神的名字 好 額頭寫神的名字代表什麼意義呢 第一個代表我們是屬神的 以前奴隸他們主人買了以後 會在他的額頭印一個記號 代表那個是我的 所以第一個意思是歸屬歸屬 耶和法說在我所定的日子 他們要屬我 他在強調說特特歸我 所以我們是屬上帝的人 這是一種上帝所擁有我們的 這是歸屬 既然我們是上帝的 上帝就會保護屬他自己的人 在生命記三十二章說 耶和法在曠野荒凉野獸的地 看見他就環繞他看顾他保護他 好像保護眼中的同仁 所以你的額頭有神的名字 代表你是屬神的 代表你是蒙神保護的 弗里比書第四章十九節說 神照他榮耀的豐富 在基督里要給我們 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所以我們額頭有神的名字 除了是歸屬 除了得到保護 我們還得到神的眷顧 請注意這裡 這裡提到的是 需用不是想用 不是我想要什麼就有什麼 而神知道我們需要什麼 神會充分的供應我們的需要 這是第三個 最後一個我要提到的是雅各 他曾經在伯特利 看見神在天梯上面跟他講話 然後雅各就許一個願 他這樣說 他說神若與我同在 在我的路上保佑我 給我吃給我穿 給我平安的回家 我就以神為我的神 這個神為我的神 這個就是歸屬 如果神就保佑我 這是保護 神給我吃給我穿 就是眷顧 可是他都講一個 神若與我同在 這個是同住 我們看見這裡有四個P Protection Protection Provision 跟Presence 我個人覺得 我在講創世紀雅各的時候 這四個當中 如果神說你只能要一個 你千萬不要眷顧或是保護 你千萬跟他說我要同住 因為你一旦有神的同住 你是屬神的人 你就會有他的眷顧 你就會有他的保護 記不記得那個 该淫他要被審判 因為他殺了弟弟 要離開一點元的時候 他跟神要到保護 對不對 他說我出去人家要殺我 上帝說我保護你 他得到保護 可是他失去同在 所以千萬不要 只跟神要保護 記不記得以色人犯罪的時候 耶穆瓦說 我不再跟他們同行 不然我會把他們全部殺掉 我派天使保護你們 讓你們平安的進到迦南地 摩西說我不要 我要你的同住 我要你的同行 所以這裡看到 认识神的人 他知道最寶貴的 不是保護 不是眷顧 最寶貴的是同住 因為神同住 除了會保護我們 不要碰到惡 除了會眷顧我們 供應我們的需要 他還會保守我們 不要讓我們變成惡 所以我是覺得 在這一切 神的額頭蓋 我們是屬神的人 我們希望有神的同住 這樣的人就是得勝者 我們有神的名字 蓋在我們的額頭上面 我們靠主得勝 基督說如果你這樣得勝 我要赤你跟我同在寶座上 跟我同坐 那我們得勝 我們要得勝過什麼 我們要得勝過魔鬼 我們要得勝過世界 我們要得勝過我們的私欲 我們怎麼得勝呢 我們要依靠神的大能 我們要讚美主 我們過分別為勝的生活 我們對主絕對的忠誠 我們願意做主的門徒 我們知道我們的生命 是被神用基督的保血所買贖 我們願意把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主 我們願意過一個真誠的生活 我們願意在世人的面前 活出一個好的見證 這樣我們就是一個得勝者 我們低頭來祷告 天愛的主我們感謝你 因為耶穌基督為我們流出保血 救贖了我們 祂不只要我們在神的面前因信称义 祂更盼望我們可以在人的面前 活出美好的見證 我們的額頭有神的記號 我們的生命是被基督的保血所買贖 我們願意把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主 我們願意靠主的恩典 活出美好的見證 求神把這樣的恩典賞賜給我們 祷告奉耶穌基督的名 Amen 我們願意靠主 Geoff 他被你負責了 我們願意靠主